看到一个视频啊 非常的震惊 喜欢喝奶茶 吃蛋糕 吃冰淇淋的 一定要看一下 赵教授说的这个东西呢 叫植物奶油 你知道吗 同一个生日蛋糕 用动物奶油的话 它要卖到299块钱 如果说用植物奶油制作的话 它只需要99块钱 就可以卖到用户的手里 一个冰淇淋呢 是6块 如果他用植物奶油的话 他可以卖到2块 关键问题是卖这么低的价格 利润的空间呢 还很大 你说这个东西可不可怕 吃这些东西的人群呢 以儿童和女性居多 我一直有这个质疑 我在想 他们这个成本怎么压缩的 直到看到这个视频以后 一下就恍然大悟了 这么低的价格 那毫无疑问 他们用的全是植物奶油 为什么不提倡用植物奶油 因为这个玩意里面呢 还有38%的反式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这个东西 摄入超标以后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比如说肥胖 心脑血管疾病 不孕不育 高血压 内分泌失调 会导致这个人的情绪呢 极其不稳定 还会诱发各种癌症的发生 正常的奶油 比如说动物奶油 吃到人体内部呢 它7天就可以代谢掉 这个植物奶油 摄入到人体内部以后呢 它需要51天才能代谢掉 那在我们的生活中 哪些地方再用植物奶油 比如说奶茶店 蛋糕店 还有我们喜欢吃的 这个饼干里面 以及呢 各大快餐店 这些里面用的奶油呢 大部分都是植物奶油 所以呢 大家以后再给孩子 买生日蛋糕或冰激凌的时候呢 一定要问清楚店员 你们用的是植物奶油 还是动物奶油 如果他们用的植物奶油 那这个东西咱大可不必吃